我觉得不可理喻 到了台湾 开始做唱片了 开始做制作的时候 手上有一堆歌 我得要把歌听手 把歌词念手记下来 那又不想老别在家里 所以呢我就拿了一个随身听 拿了那个耳机 然后呢吃着面包 走在中校东路 一边听歌 一边逛一下台湾 然后我记得有一天 下午三点来中 在一个十字路口 中校东路一个十字路口 我等过红绿灯的时候 我一边听歌 一边看到很多人来来往往 我就跟自己说 张伟坚 好好的享受一下 在中校东路 没人认识你那么自由的时光吧 因为这段时光 不长了 三个礼拜左右 唱片一发 你就红了 我真这样子跟自己说 还好这次没想说 这个房子住不长啊 没有没说 一年以后再买个大标 然后当然多年之后 我自己回想 我的那个心声 我有什么根据呢 没有任何根据 只有两个字 就是 三个字 信自己 信自己 然后当然果然就是 唱片一发 在台湾的知名度就起来了 一下就红了 一下就红了 然后香港也要请我回去演 戏友记 演孙悟空 演了之后 在香港又起来了 在微博 晒一些生活照片 借此增进于粉丝的感情 网友们也都喜欢看 并且积极评论 最近一向不缺乏热度的张卫健 又被网友滚上了热搜 说起原因来 还是挺好笑的 张卫健因为拍摄新剧 在微博上 发了三张 自己一脸陶醉表情的剧照 结果没想到 这条微博阅读量达到102万 因为造型太亮眼 尤其是标志性的光头 还被网友纷纷认成了乐佳 孟非 徐征 葛优 陈佩思等一众光头明星 私下的评论都是这样的 加油孟非 永远支持你 从小就喜欢你徐征 你的每一部电影 我都喜欢 加油 还有网友说 张卫健是他见过的 长得最像孟非的徐征 不得不佩服 现在网友的脑洞 简直太大了 从微博照片上 可以看出 张卫健穿着一身军装 并且贴了小胡子 仰天长叹的样子 还真是霸气 说起张卫健 那可真是8090 一代人的同样偶像 毕竟张卫健的很多作品 伴随着大家长大 比如绝代双胶 鹿顶记 少年张三丰 天地争霸 美猴王 无论哪一个都是经典 虽然现在的张卫健 习惯了光头 但是想当年的他 也是偏偏美少年呢 那时候的他 眼神清澈 天真爽浪 怎么看都是帅得很 而且张卫健 对严席所保有的 那颗痴呈之心 并没有因为 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而是变得更加有魅力 我是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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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